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您不觉得锁轮途有点太过分了吗 那也不能这么鲁莽啊 那咱们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被围着 那周围的老百姓怎么想啊 咱们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还是怎么着啊 微信何在啊 微信不是靠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 更不能靠打打杀杀 行了 甭叹气了 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撬开许武的嘴 大人 这听传言说 许武可是仰仗着锁轮途 才敢在东厂府这么为所欲为 具体他没有什么交易咱们是不清楚 可是他能这么猖狂 许武手里肯定有能保命的把柄 撬嘴这事肯定难 秦部涛 能保证许武的安全吗 能 葛春向武连夜值班呢 跑不了啊 那就行 撬嘴这事啊 咱们还得再想个新招 这是你抓的鸽子 我就是抓这个鸽子呀 想给老爷弄个下酒菜 给大伙都改善改善生活 都吃点肉 就这一个鸽子 还不够你塞压缝的呢 给谁改善伙食呀 要不吃点 这样好 你帮我刷了他 我不杀生 我不杀生呢 行 这都你们男人干的事你来吧 我来 你害怕啊 我怎么会害怕呢 我 我不怕 那你不害怕就好 那我出去等吃了 你 你 马马马马 飞走了 快过来 喝口茶消消气 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哥哥 我想跟刘大人商量一下 先把您送回去吧 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可不行 老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现在的任务呀 就是好好守好这个院子 我是怕那个索轮图 再有什么动作 万一威胁到你 到时候 就不是我拦着秦朗了 十个秦朗都拦不住我 你听老爷的话 老爷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记住了 老爷说的话 就等于我说的话 你要是不听啊 我可不答应 不是 刘大人 这哥哥说让我听您的安排 我猜 是您让哥哥这么跟我说的吧 是啊 我是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这忙啊 那你有什么话 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别让哥哥当传话筒了 我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 哥哥说话不是管用吗 你说的话如果都对的话 我怎么会不爱听呢 不过我还真想问问你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按兵不动 聚成而战 直到找到最有力的反击办法 什么办法 所轮途为什么为了个徐武来为府衙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您是想查清楚 山东这些人都是什么派系 打人打软肋嘛 必须得一招智商啊 好 那需要我做什么 好 从明儿起 你跟秦补偷轮波换班 保护徐武 你安排我这些事也 也太不按常理来了 这不是我理解不了 我根本就看不上 你不用理解 听我的就行了 去吧 那 好 好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还是没能见到傅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人不见 别人不见 这个所轮途啊 就是个蠢货 这是刘庸的计谋 任何有点脑子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对了 还有一份登州的快报 说什么 说让我们筹集赈灾粮 说是从军粮里面扣除一部分 这些人贪磨成风 如饕铁之鬼 永远喂不饱 这样吧 你告诉他们 就说啊 山东境内 有难民企图谋反 军粮不能山东 朕栽之粮 让他们到别处 筹划去吧 贝教 去巡抚衙门 今天就是睡在那儿 我也要见到傅大人 把学武的事情 给我解决掉 万一让刘庸抓住了把柄 这些混蛋谁都跑不掉 是 去吧 木楠姑娘 这个给你 万一遇到危险了 你被不食之需 我不需要这个 你留着吧 听我的 这 还是还给你吧 来 藏大人 傅台大人 我终于见到您了 就当了 没事 没事 就是再晚 我见到您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请坐 您请 您请 您 您请 您请 藏大人 如此着急 是因为索轮图的事情吧 可不是吗 您说这个索轮图啊 他简直是胆大包天 没有命令 他竟敢擅自动用兵力 围了东昌抚押 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 万一这消息传到京城去 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那藏大人你怎么看呢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您说 撤兵吧 那就得把许武交给刘庸 可是不撤兵呢 这个索轮图的个性 你也知道 他是个莽夫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万一他这个人 藏大人 我不管你什么虚武虚流 我就问你 索轮图擅自出兵 为东昌抚押这是什么罪 所以这件事情 该怎么办 你自己清楚 老爷 小儿啊 你怎么想起来给老爷弄点小酒啊 这不是粉里管的烟吗 我好不容易从厨房里吐出来的 就知道老爷一定馋酒了 木白跟着我怎么谢您啊 老爷啊 就是这菜吧 真是上索轮图威的 什么都没有 整个福上就剩鲜菜和花生 挺好啊 挺好 行儿啊 您不是抓了纸鸟吗 是啊 我抓了纸鸟 但是在撒鸟的时候 没穿住 跑了 跑跑了吧 老爷就爱吃个鲜菜 鲜菜挺好 老爷 等咱赶跑索轮图那个王八蛋 我给你杀鸡灾药 大口吃肉 你这是过什么瘾呢 这 你自己想解差吧你 不是咱们共同爱好 行儿啊 我问你啊 今天秦郎那个火气怎么那么大呀 你又窜的他什么了你 这个 老爷我怨我 我我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是你自己说 还是老爷自己查 你选吧 老爷啊 我不是气不过吗 我又不会武功 我要是会武功 谁还窜着他 你这个孩子就是 他是个知性子的人 他能受得了你那个嘴吗 您说吧 这个事你是认打呀 还是认发呀 我这不是给老爷弄酒了吗 老爷你还傻得发我吗 还得发呀 你就以后每天给老爷弄点酒 那得等赶跑锁林土之后啊 老爷啊 现在咱这酒窖里边就剩这点酒了 如果再被围个散无天呀 这些人的吃喝拉撒 吃饭喝水都成问题了 是啊 老爷啊 现在得赶紧想法子呀 让这个虚无掌嘴呀 今儿啊 你这个脑子灵 你给我想想 有什么法子让他掌嘴呀 老爷啊 你说像虚无这好人 要缠完惯 山珍海味 省色全马力 他怕什么呢 怕死啊 对呀 他肯定没有想过 他自己有这么多东西 最后一丝都不属于他 越有钱 越怕没有几回话 老爷你怎么不喝了 行啊 别喝了行啊 咱们干活吧 快 带大喝醋 好嘞 大喝醋 去年有人状告许武醉酒伤人 但诗格上最后写的 是这个人喝醉了酒 要杀许武 这诗格可是你签的字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大 大人 这个这个案子 都已经结案了呀 是啊 是已经结案了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份诗格上疑点颇多 且有多处图改 是你签的字 我 这 大 大人 大喝醋啊 你请我吃鸿门宴 我可没搭理你 你要再糊弄本官 是不是要作死啊 大 大人 我不是啊 这就都是上任之府 蔡永昌的让我干的 我就收了许武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银子堵得住你的嘴吗 我 大人 还有这个案子 你看 这死者的丈夫死于中毒 中毒迹象也很明显 怎么最后写成自然死亡了 大人 这 这也是虚无让 让我干的 我 我 还有什么 从十招来 我 我 大喝醋 唐审这套你最清楚 姐儿啊 老爷 他 安排捕困 从头到尾给他来一杯 不不不不 大人 大人 我说 我全说 刘勇 你什么意思 想私沉我 三年五条人命 你觉着谁能保你 我还以为你查出什么新鲜东西 原来全是这些个陈年旧长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跟我有没有关系 那也是过去的事 这些个案子 蔡永昌大人已去结案了 难不成 刘大人 想把这些案子 都翻案 不光翻案 必须重申 五条人命 我都要逃回公道 来啊 带达和苏 是 达和苏 这是你的共状 你可认罪啊 行行行 小人认罪 认罪 认罪 不过这一切 都是许武让我干的 对了 我还留下了证据 银票上 我动了手脚 对 有许武的手印 你是个混蛋 刘勇 你私审我 这是犯法 我不认罪 秦如 此案证据确凿 我是可以先斩后奏的 来啊 案犯虚武 强强民女草迁人命 三年内害死五人外加耿大一案 证据确凿 快 斩力决 拖下去 是 这 你 我冤枉 你何冤之有 拖下去 看了 有有 我有话要说 我 我有话要说 小刀回来 小刀回来 我要单独跟你说 可以啊 给我弄一壶酒 好 大人 听说里面 已经揭不开锅了 用不了三天 刘勇就得来求我 估计 三天都坚持不了 哥哥的身子再金贵 说到底 那也是人呢 等把虚弱弄出来了 我再找这刘勇算账 总觉得 刘勇不可能 就这么善罢甘休啊 所以说他就是我的死对头 早晚是个祸 所以 无论如何 也要 好 好 好 酒也喝了 说吧 刘大人 你真能保得住我这条命吗 还是那句老话 这事你自个儿算 你得算你自己那条命 值多少钱 我手里的东西 不止我这一条命 差不多山东所有官员的命 都在我这上头 什么 一本账本 什么账本啊 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 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 还有 那些黑色收入 以及地下钱庄的旁来 跟索轮图有什么关系 索轮图这些年摊没的银两 和那些黑钱的丈母 都在我这儿 这么说吧 要是没有我 他这几十年的辛苦 就都复职中流了 嗯 有多少啊 几千万两宝 这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 都在我这账本上呢 账本呢 在我手里呀 咱们可以做个交易 我要你保住我这条命 而且我要跟涅斯亚门的人 直接见面 可以 但是 你要把你所知道的 全部都给我记下来 记什么呀 索轮图啊 以及济南府所有背后这些官员 你知道什么记什么 刘大人 这可是官场地震哪 这你管不着 你只管写 我告诉你虚无 写得越清楚 你的命就活得越长 刘勇啊 以前我觉得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清官 只不过是诱惑 对他够不够大而已 今天我见到你 我信了 徐啊 你这个人啊 聪明一世 只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其实我知道 我都说出来 大概也活不了几点 不过总比现在就死得好 这脑袋要是搬了家 还怎么喝酒嘛 刘大人 您真能搬到索伦图吗 你觉着呢 他可是武官 手里有兵啊 您一个文官 就不怕吗 有兵啊 兵是皇上的 我怕他干嘛呀 还有 他背后那些官员呢 你觉着我怕吗 好吧 给我取纸笔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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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可吃不着啊 这老板娘 不光菜做得好吃 这曲子也是一绝 你懂什么 真是还漂亮呢 我明白 这就是可吃不着呢 来来来来 这就是可看不着啊 来来 好 我有他这คร 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谁弹琴啊 是老板娘 要不我让她停了 别 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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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了啊 好嘞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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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枫啊 成败全靠你了 刘大人放心 我一定送到 子枫 你这么出去 太危险了 哥哥 我您还不了解吗 是我拿把枪 这个还给你 注意安全 对不起 我 不用说了 等你安全回来 刘大人 哥哥 我贺子枫 就算拼了性命 也会把东西安全送到 你们放心 等我回来 行了 咱们今天也甭睡了 秦捕头 把七彩跟孟楠送到格格那儿去 格格在他们就是安全的 派人保护 把剩下的牙役跟捕头 全部派往大牢 大牢就是咱们最后的堡垒 是 看来咱们只能与许武同生死共存亡了 有补扬 快 开山 赶紧追呀 快追呀 快快 快快快 哪里都得 有人逃跑了 快追呀 快快快 小傢伙 快 大人 有人逃跑了 谁跑了 不能确定 有可能是那个捕款 还有就是格格身边那个侍卫 什么 坏了 可能是许武的嘴被撬开了 出去的人想去京城送信 赶快 在亲兵里给我找几个工夫好的 赶快给我追 一定把人给我追回来 是 大人 赶快 快 快点 往那边去 快 你们也往这儿 快 快 快 你你往这边来 别往那边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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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为什么不让大家 回房间休息啊 这挤在一起 多憋屈啊 再等等吧 夫人 等子风回来 咱们就安全了 可这些日子 吃的喝的可怎么办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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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索伦图来了 他从侧门来的 自己一个人变装 还带了好多米面 我去会会他吧 秦郎 你跟老爷一起去 是 刘大人 刘大人 您欠您这公务繁忙 还得保护我们 那不是应该的吗 是吧 好好好 您请 您请 好好好 刘大人 嗯 昨天哪 我听属下报告 说有人进来又出去了 我就担心 我就赶快过来看看 是不是家里丢什么东西了 您甭担心 什么也丢不了 因为他什么也没有 有 刘大人 咱这儿说话方便吗 哦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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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去吧 刘大人 我是来给您赔罪的 刘大人 您这话怎么说呀 您看 因为许武的事 我还派兵把府衙给您围了 我这事干得太莽撞了 您多见谅啊 没这话 所大人 东昌府进来想马就许武 自然我们是不安全的 您 这叫用心良苦 这我们心里都明白 这事啊 我已经上报了 我马上就撤兵 您多担待 这样 您上座 受我所轮图一判 使不得 使不得 所大人 您起来 您起来 您一个总兵 我一个知府 这怎么使得呢 这个 咱不论关系 论朋友 是朋友 都在心里头 这就是个误会 刘大人 您在相肚里能乘船 苏大人 坐 好嘞 苏大人 您看您这还 给我们送的这个吃的喝的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这 这都是应该的 此前哪 考虑得欠妥 我 从今往后 刘大人 什么米了 面了 鱼了 肉了 一定管够 刘大人 您这态度怎么又突然变了呀 这 您说呢 我说 那要叫我说就是 咱们同朝为官 一心为民 即便有不当之处 什么时候明白了 都不算晚 是这意思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刘大人 这虚无都交代什么了 哦 他呀 他是 把他应该说的 都说了 好 这具体的呢 我还真不能跟您详说 这个请您见谅 明白明白 您哪 毕竟对山东的情况不了解 是吧 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 这样 我领您在山东怎么转一圈 刘大人 刘大人 您这好意 我心领了 刘庸就这么个人 没那个升官发财的命 看来咱们是道不同啊 所谋告辞了 不送 慢走 老爷 这鱼和羊肉挺新鲜的 扔出去 为什么 一厘米也不许留在东昌府衙 扔出去 快点快点 麻利点儿 秦牧总 真是老爷让您来的 咱们这次不会真的要打仗了吧 打不打的先背上吧 省得到时候抓下 这磨的都磨好了 你确定锁伦图能动手 谁有八九 我亲眼看着刘大人把锁伦图赶出去 狗急了还有跳墙的时候呢 哥 这要真打起来 我姐没事吧 我姐没事吧 没事 没有 那就是默许吧 大人 您让我打听老板娘在东昌府的那个人 我打听到了 谁啊 就是她亲弟弟 去吧 说了这么久了 何大人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贺子锋已经进了宫 现在想要挽回局面 全楼 我是为国太着急啊 他呀 好歹是山东巡抚 一旦山东出问题 他难辞其咎啊 我是为人之父 难免心急啊 所以 请何大人 出出主意 对何大人这份情意 我们爷儿俩感激不尽啊 到了这个时候 您怎么还是拎不清啊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索轮土狗急跳墙 要真到那个时候 山东才是大地震 别说是傅大人了 就连您都逃不了干系 何大人的意思我明白 您看您有什么高招吗 高招我是没有 我呢 如今只能劝您一句 贺子锋反正也进去宫去了 您就在我这儿喝会儿茶 踏踏踏实实的等等宫里的消息 别着急也别上火 这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地跳出来 只会引来皇上无端的猜忌 你明白吗 还是何大人分析的周全哪 现在看来 眼下只能这样 有点儿 东昌府现在什么情况 灰皇上 现在索轮土已防范响马 保护刘大人格格之名 围困东昌府 若刘大人不交出虚物 这索轮土就拒不撤兵 而且现在府内 已断水的粮多日 要再这样下去 就算索轮土不攻进去 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嗯 值得了 嗯 此身呢 呃 谢伙长 那 那这 贺大人 请 臣 臣告退 大人 大人 进来 大人 老板娘的耳环 大人 都麻利点儿 那墙角门口 都给我守好了待会儿 快点儿 是 五哥 怎么了 有个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啊 你哪儿来的 借一步说话 什么 要杀虚物 你只需要把门打开 其他事不用你管 可是里面戒备森严 刘大人守的就是那儿 这我干不来 你姐姐你们也不要了 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你不干也走不了 二位 你们为什么挑我呀 我 我大人小干不来这种事 所大人肯定要杀进来 你要是跟我们合作 你和你姐都能报名的 那 那你们让我再想想 你好好想想吧 葛淳武在 你们两个负责看守大牢 负责许武和大人的安全 是 哥 你给我安排一外面的活吧 我闹肚子 多吃点药就没事了 就这么定了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散了吧 是 是 哥 我是真闹肚子 母子 这大牢里面 得安排靠谱的人 大哥相信咱俩 你又想干吗呀 不是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懒驴上磨屎尿多 你知不知道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你是不是怕了 你怎么老是怀疑我呀 我是真闹肚子 要不然 我干吗呀是不是 就你们定了 那 哎 没事就是闹肚子 那你快点 张大人 张大人 干什么呢 来得喝酒呢 张大人 张大人 不 不正使大人亲自前来 一定是给我送批复文书的 你觉得府台大人 会批吗 没批啊 那你 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要再不来 你们就能把天给捅漏了 你说 一个小小的许武 值得你这么兴师动众吗 哎呀 还兴师动众 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再说了 这个事儿 你跟傅大人的不都是默许 什么啊 谁默许了 你的心在济南就耽误了 我看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那 那你说事已至此 我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傅大人希望你撤兵 撤兵 不行不行不行 撤兵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啊 你说你面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啊 你派兵为府 只会让事情结果适得其反 退兵 退兵 就是为了退一步 退兵 退兵 涅槍 退兵 退兵 消息 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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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兵